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在上期节目讲到江泽民的照片在网上出现 那个时候我讲了说中国的路径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改变了 就是现在的路径已经锁定 对内越来越封闭 极权 然后对外呢 是战狼外交加文攻武贺 这基本上就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这既是对中国普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所收益的 生活条件改善的 就是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这些普通人 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个冲击 同时对全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只会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最新的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准备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出口限制 针对高端的内存芯片和制造芯片的先进组件 那么还有就是先进的量子计算 也是下一步制裁的可能的目标 另外美国官员还准备要把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 纳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当中 而且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 说这不仅仅是美国的制裁 说其他的盟友也都跟美国达成了协议 也同样要制裁 而且这个最新的制裁更加的严厉 因为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呢 说这些措施要适用于整个行业 适用于全行业 而不是像过去只针对某几家个别的企业 所以这将是未来针对半导体行业 对中国最大的一个制裁或者限制 我相信随着科技封锁进一步的加强 中国的所谓的自主创新 自力更生的能力肯定是不断的下降 因为它获取不了先进的技术 它只会越来越落后 越来越断代 那么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所谓的高科技 就中国自主的高科技什么之类的 这些先进的科技企业 华为这些企业 他们主要还是利用西方的技术 包括西方的人才 西方培养出的人才 未来这个断代之后就不再有了 他们只会越来越落后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 也是可以看出这个脱钩 仍然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就是谷歌翻译正式的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谷歌曾经全面的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在12年前 由于谷歌拒绝中国的舆论审查 网络审查而退出了中国市场 当时还有很多人去谷歌的中国公司 在中关村的公司去献花 好 现在是最后那么一点点残留的 谷歌的服务也要退出了 谷歌的发言人周一表示说 谷歌的翻译的应用和浏览器的版本 都在中国停止使用 而且经过华尔街日报的测试 或者说在新加坡 如果你使用的是中国大陆的 SIM卡的这个手机 你也用不了谷歌翻译 其实它说少了 其实除了谷歌翻译以外 其他的谷歌的这个产品也用不了 谷歌地图啊 谷歌Documents啊 或者是谷歌的搜索啊 都用不了 在此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就是亚马逊 它的这个Kindle电子书店 也从中国下架 还有就是微软的领英 Linkin职场的社交网站 也是在中国下架 这是科技领域的逐步脱钩 那你可能说 那中国有中国的替代产品 但问题是这些替代产品的核心技术 还是来自于西方 西方刚讲过了西方的人才 这个你去看看腾讯 看看华为 看看阿里巴巴 这些企业的这些 不管从高管呢 还是技术工程人员呢 有多少是海归 多少是西方拿到技术的 多少是天然计划里边的 这些专家学者 对吧 等他们的技术 他们所掌握的技术 不再是先进的技术之后 然后他又不能够源源不断地 从西方引入人才的话 美国的大学都不允许 中国的学生去学先进的技术了 那那个时候 你再看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 所谓的先进的科技 他们会握后成什么样 这就是时间问题 然后另外呢 制造业方面 也在不断地脱钩 这个产业链还是在 不断地转移出中国 据彭博社的报道 说现在印度生产的 销往欧洲和中东的苹果手机 预计在今年4月份 到明年3月份的这12个月期间 将达到25亿美元 比前一年几乎多了一倍 彭博社说现在主要 苹果在印度生产的型号是 iPhone 11、12跟13 就在上个星期 苹果宣布将在印度生产最新的iPhone 14 另外苹果的供应商 立讯和富士康都已经在越南北部 也开始了苹果手表跟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测试 据苹果的CEO库克说 由于中国的所谓动态清零的政策 已经造成了整个苹果高达40亿到80亿美元的损失 而这种损失还在不断的扩大当中 所以他不得不要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出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拒绝购买苹果的股票 因为我知道你如果过度的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制造 那么早晚有天你要倒霉的 而苹果公司过度依赖中国制造 它的90%以上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那么在整个中美新冷战的大趋势底下 你现在等于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怎么可能不被这个压垮呢 所以说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不断的想办法再迁出产业链 那当然这个确实是很困难 我们也承认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在另外一个国家 重新建立起整个的这个供应链 它不是像做鞋子做衣服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很多精密的仪器精密的零件 都可能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 或者说它即使在印度在越南生产了 它很多的东西还是要从中国进的 有些零件还是从中国进的 它只是组装可能改到了这个其他国家 总之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他们现在在跟时间赛跑 跟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在赛跑 看谁更快 是中美彻底撕破脸更快 还是它提前的能够把这些产业链转移出去 避免未来的巨大损失 总之这条路径这个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承认我们个人的力量的渺小 不愿意承认这个在历史大趋势面前 我们根本算不上什么 我们能做的只有静观其变 我觉得你想要真的去改变世界也好 或者推动历史进程也好 你首先要做到的是做一个明白人 至少你能够看清楚形式 然后再做出如何去做 能够改变某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实际上他们对这个中国的国情也好 对中国的体制也好 其实是不是太清楚的 他们是很混沌的 只知道共产党的体制不好 应该推翻它 应该改变中国 那怎么改变 到底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它是只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吗 还是更大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靠我们这些嘴炮 就能改变什么 我觉得是有点太高估我们的能力了 而且或者说有点认识不清 没有自知之明 那么有些人愿意身先士卒 那么我当然也是把你当做英雄 但是问题是有的人甚至自己没有任何行动 只是嘴炮 但是却鼓励别人去现身 追求一个根本达不到的目标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不用被吹灰之力 这个体制 共产党自己就会瓦解 就会朝着自己想象的好的那一面去发展 这种一厢情愿 我觉得就更要不得了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